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太太怎么样 她说太太也好一些了 我说怎么样呢 原来是有什么不舒服吗 有什么事吗 她说我太太过去有忧郁症 一直不安 也看医生 那最近呢 比较好一些 我说是什么原因造成太太忧郁呢 她说一方面是自己的生意有压力 二一方面呢 是因为身体有一些这个感觉不好 这个感觉不好呢 是说 好像觉得自己某一个身体的部分呢 有病 那一直看医生 一直找医生检查 终于呢 最近医生跟她说 你那个地方没有病 她也比较安心 所以呢 这个生意结束了 这个不要再忧虑了 身体呢 也有一个了解说 没有什么大毛病 都是小毛病 所以她就最近好一些 因此呢 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呢 表面上来看呢 我们是比过去好啊 你看过去的皇帝还没有抽水马桶 我们有抽水马桶 其实在比较之下呢 我们到北京的紫禁城里面 一看啊 皇帝用的厕所不如我们 皇帝夏天也热啊 所以到了那个承德避暑山庄要避暑 我们呢 有冷气暖气 我们物质上面的享受啊 确实是进步了很多 是过去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不能跟我们相比的 但是呢 我从最近的一些资料里面呢 我发现我们现代人呢 有一个麻烦 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 很多人呢 有忧郁症 我看这个Dale Connick先生的资料呢 他说在1930年代呀 美国大萧条的时候 十个人里面呢 也只有三个人有忧郁症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 21世纪的这个时代呢 我最近看了哪一份资料呢 他说十个人里面大概有五个以上 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物质的生活条件 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呢 我们精神的生活不见得很安定 不见得很协调 不见得很喜悦 人生的这个忧虑呢 好像有时候呢 随着生活的丰富呢 并没有减少 我们前天晚上在这边送地藏经 送完之后呢 我有两句话呢 这个给大家分享 我说我们 第一要知恩报恩 因为地藏菩萨呢 就是要报恩 报恩的时候呢 你会发愿 就像地藏菩萨发大愿 要救度自己的父母 救度一切众生 另外呢 我说 我们要这个想办法呢 改变舍尽求援的这个心态 那其中呢 我举了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说 现代的人呢 因为我们大家人手一击 有手机 有iPhone 或者是说有iPad 我们到什么地方呢 都把这个机器带在身上 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啊 人家跟我们聊天 跟我们这个打招呼 我们呢 不太真正用心去沟通 我们很多时候是一直在 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啊 打主意 这个是我感觉到 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对近的人呢 不太注意 对现在的事情不太注意 可能是我们对遥远的人呢 一直在想办法联络 那这个是 我觉得不太啊 这个 适当的一种生活态度 当然那天晚上呢 我是说 我们可能会给王者呢 每天回向 我妈妈已经过世很多年了 我每天都给他回向 但是呢 我姑姑还健在 我就没有太多理睬 这是舍尽求远 我想说 我们整个要把它调整一下 那什么是压力 什么是忧郁呢 我自己的啊 这个了解呢 我是这样子 给他做一点啊 这个定义 就是当一个人啊 心中有事情挂碍 那这个挂碍的事情呢 在客观的因缘上面呢 我们无法去掌控 甚至我们不太了解 怎么去处理 客观的因缘 无法去掌控 对主观的情绪呢 也无法主宰 你说这个事情烦心 我能不能不烦呢 不能主宰 我们的情绪啊 一直在那个地方啊 想这个事情 纠缠不清 主观的情绪也无法主宰 每日呢 都在患得患失 经常处于不安的状态 那这个呢 我是觉得就是忧郁的一个现象 不过呢 这个是我给大家参考 就是我们有心思 这个心思呢造成说 我们看看客观因缘 无法去主宰 不能够控制 主观的情绪 我们说不要去想呢 也无法去主宰 控制 每天都在患得患失 经常不安稳 那这个呢 大概就是啊 这个忧郁的一个现象 忧郁一天两天没有关系 忧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长时间的忧郁 这个呢就会出毛病 那今天呢 我有一份讲义啊 也请大家呢 这个看一看啊 就是有一位林中益医师呢 他潜谈忧郁症的这个文章里面呢 大概做了一点简单的说明 他说常见的忧郁症状 忧郁症的症状如下 第一 常感到情绪低落 聚散或失望 第二呢 对日常活动呢 失去兴趣和乐趣 生活没有兴趣 啊 生活没有啊 一种希望 第三呢 体重显著的减轻或增加 第四呢 是失眠或睡眠过度 不能睡觉 或者一直想睡觉 啊 第五呢 精神运动 激昂或迟滞 啊 这个呢 啊 大家思维一下啊 啊 一个是过度的亢奋 啊 一个是反应迟钝了 啊 第六呢 疲倦或缺乏活力 啊 昨天下午啊 我从外面回来 回来之后吃完晚饭啊 我以为说还可以跟大家谈谈话 突然之间疲倦 不能再说话了 我只能躺下来 不过呢 临时的没有关系 经常如此就有问题 第七 无价值感或过度的 不适当的罪恶感 常常觉得好像有事情不对劲 一直懊恼 一直懊悔 第八呢 精神不集中 注意力减退 我曾经呢 问过那个医生啊 我说什么是精神衰弱 他说精神衰弱就是不断的想 东想西想 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想事情 但是你问他想什么呢 不知道 思想有活动 而且不停的活动 不过呢 完全不能集中 看书看不下去 说话 没办法听 没办法表达 但是精神一直在那个地方 不停的活动 注意力减退了 第九呢 反复的想到死亡或有自杀的念头 讲到这一点呢 我就建议啊 特别是我们学佛的大众 鼓励自己 鼓励我们的亲人 朋友 或者鼓励我们的小孩 发心受不杀身戒 我是觉得呢 受持不杀身戒啊 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受戒的时候呢 当你在佛前发愿 我受持不杀身戒 你这个不杀身的这种意愿呢 就会变成一种戒体 这个戒体呢 就存在你的潜意识之中呢 保护自己 那有人说 法师 什么人才有资格受不杀人戒 我呢 就现在要把他简化 我说简单的说 一个人如果说 不想自杀 没有说要杀自己 的这种想法 也不想去杀人 也不会拿刀去杀鸡 杀狗 杀猫 杀猪 杀羊 这样子呢 就可以受不杀身戒 我常常发现呢 很多人为了蚂蚁蚊子的问题 不敢受不杀身戒 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 因为受持不杀身戒呢 在现实的世间里面呢 我们不可能百分之一百 清净的受持完全不杀身 等一下我走出去呢 就会踩死一些蚂蚁 是没有办法清净的 如果你说完全要避免伤到蚊虫呢 我们做不到 如果因为这个理由呢 不受持不杀身戒呢 也是很遗憾很可惜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发心受持不杀身戒之后呢 可以保护自己 今天我特别再强调一下 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啊 有一篇文章是走出忧郁与痛苦的四个步骤 他笔名叫菩提子 我想是一位佛教徒 他这一段文呢 我也觉得很好啊 请大家参考一下 据说过去有一位高生在学法的时候 曾经向他的师父请教 法与非法的界限是什么 他的师父回答他说 对治烦恼 不治烦恼 则为法 不治烦恼 为非法 意思是说 如果你所学的法 能够对治你自己心中的贪嗔痴等烦恼 这样的法就是佛法 如果你所学的法不能对治内心的贪嗔痴烦 这样的法呢就不是佛法了 各位要知道佛法的定义呢是说 觉悟之法 佛是觉悟的意思 能够让我们觉醒的方法就是佛法 这个简短的对话 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佛的人去深思 我们很多人口里能够说出一大堆佛法的词汇 但是却对治不了内心的种种烦恼 这就说明这个人所学的不是佛法 即便开口闭口用了很多佛教的词汇 这些法对他自己的心来说 并没有构成真正的佛法 不能觉醒 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即便嘴上一个佛教的词汇都没有用 但是却能够提供一种对治烦恼的有效方法 那这种方法也是真正的佛法 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常常跟大家讲啊 我那时候重病 病得不轻 而且时间很长 大半年都不好 大半年不好之后呢 人就会怨天尤人 闲学校的师长呢 没有照顾 闲同学不够关心 闲这个佛教的团体不够温暖 看到什么事都不顺眼 你的心情呢一直很低落 同时呢 对未来呀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我呢 我是觉得说 刚才那些症状啊 可能我十七岁的时候都有过 后来呢 还好已经学佛几年 我当时呢 从佛教的 因果的业力观念里面呢 我学到两个修行方法 一个是忏悔 一个是发愿 我说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忏悔发愿 忏悔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我怨天尤人的心情抛开掉 假如一个人呢 老是觉得烦恼是外面给我的 问题是从外面来的 不是从里面出去的 表现的 我们一直会怨天尤人 不满意这个现实 忏悔的时候呢 我就说我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我呢要照顾自己 要净化自己 所以忏悔的时候呢 我感觉到呢 我独立了 每天在观音菩萨的面前呢 我早晨礼拜五十拜 晚上礼拜五十拜 不管身体怎么辛苦 我坚持礼拜 我一直坚持说我要忏悔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五十贪嗔痴 从生于义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每拜一拜呢就念一次 那礼拜完之后呢 我在发愿 发愿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的未来呀 掌控在我的手里面 我要开创什么样的未来 我在发愿的时候 我就把它说出来 我大概呢 这样子锻炼了大半年之后呢 我发现呢 人就脱胎换骨 心力呢就增强 以前比较怕事 比较懦弱 比较容易紧张 不愿意承担事情 后来呢我发现呢 比较有能力呢 去承担事情 不太容易紧张 能够接受变化 忏悔发愿 在我那个时候来讲呢 就是我的佛法 就是我的解脱之道 因此呢我们听经文法呀 我们一直在求多求多求多 问题是说 你有没有把佛法真正当成佛法 如果我们把佛法当成知识呢 这些佛法永远是知识 给你参考而已 你用不上呢 假如说你把某些观念呢 变成你修行的准则 生活的一种动力 那这里面呢随时都有佛法等着你 下面呢 菩提子啊 这位作者呢他又有四个建议 说怎么样走出忧郁 走出忧郁与痛苦的四个步骤 一是树立忧郁与痛苦 起源于心中的错误思想的正确见解 这句话呢 他是要我们自己啊 要确定说 忧郁与痛苦 是起源于心中的错误思想 这个我们要把它了解 很多忧郁是自找烦恼 用人自扰 不是别人给你带来烦恼的 是你自己造成的 这个要确定 那我早期呢 还好就是我认为是我自己给自己苦恼 所以我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 第二呢 如果你痛苦了 就找出导致你内心痛苦的那个错误思想 把那个错误的思想找出来 第三 用四个反问去拷问 哪个思想 第一反问 那是真的吗 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虚幻之中 迷惑自己 并不是真有事实 第二反问 你能肯定那是真的吗 第三反问 当你持有那个想法时 你会如何反应呢 我们的反应都不好啊 第四反问 没有那个想法时 你会是怎样的人呢 其实我们会解脱出来 步骤四 将这个导致内心痛苦的荒谬的想法 彻底从心中剔除 代之以更加客观公正的想法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篇文章里面 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下面呢 我从这个卡内基先生的这个著作里面 这本书叫 《如何停止忧虑开创人生》 我也折录了一段呢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都非常好 他说活在今天 我们说活在当下 应该是这个相同的 今天我要很开心 因为林肯说 多半的人都可以决定自己要有多快乐 快乐源于人的内心 它并非外来物 第二呢 今天我要调试自己 而非调整世界来配合我 我要让自己配合我的家庭 事业以及机运 今天我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要运动 关心它滋养它 不滥用它 不忽略它 使它成为我的心灵电塔 第四呢 今天我要强化我的心灵 我要学习 不让心灵闲置 我将阅读需要专注 思想与努力的读物 第五 今天我要由三方面 操演我的心灵 我要默默为人 为某人做一件好事 再起码做两件 我不想做的事情 照威廉 詹姆斯所说的 只是为了让心灵演练 不知怠惰 第六 今天我要使自己疑人 我要使自己看来愉悦 穿着的何疑 轻声慢语 举止恰当 多于赞赏 少做批评 不找任何私的毛病 也不想挑任何人的缺点 今天我要全心全意 只活在这一天 不去想我整个的人生 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固然很好 如果想到一辈子都得如此呢 可能会先吓坏了自己了 今天我要拟定计划 我要计划每小时要做的事 可能不能完全的遵行 但我还是要计划 为的是避免仓促及犹豫不决 第九呢 今天我要给自己保留半个小时 轻松的时间 我要用这半小时祈祷 我们佛教念佛 静坐 想想我的人生远景 第十呢 今天我将无所畏惧 特别是我不怕更快乐 更享受人生的美好 也不怕更去爱人 相信我爱的人也会爱我 想的开心做的开心 就会觉得真的开心 他呢另外一段里面呢 有两句话 我也觉得很好 我把它折录出来 培养平安快乐的心情 永远不要对敌人心存抱负 那样对自己的伤害将大过于对别人的 让我们效法 爱身好将军 的一个观念 切勿浪费任何一分钟 去想我们讨厌的人 那这个呢 是今天讲义的一些内容 我记得1980年 我来到佛光寺之后 我就研究一下 怎么样改善佛光寺的空间的使用 我们呢有一个佛店 有一个小的图书室 那有一个小的这个餐厅 后来发现呢 没有聚会 这个给大家聊天休息的地方 我就决定呢 把那个车库啊 做一个装修改变 把原来停车的地方呢 装修一下改变一下 我们反正不停车在里面了 我呢就第一次找人来佛光寺 做这个装修的这些计划 那那位先生是一位美国人 他来帮我看了之后呢 了解我们要什么 他叫估价呢八百多块钱 哇八百多块钱啊 对我当时来讲呢 是一个大的数目 我们德州佛教会呢 银行里面也差不多就八百多块的存款 所以我的负担很重 那我就觉得说 这八百块钱用出去呢值不值得 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有位信徒呢 就来司礼啊 拜佛 我就跟他谈谈 我说某某居士啊 我这边准备装修啊 估价之后呢 大概是八百块钱 你觉得怎么样 他看了看了 他说啊 法师 你小心被人家骗啊 他听完之后呢 他说有的人会骗人啊 你小心被骗 哎呀他没有讲什么 就说你要小心被骗 他这句话呢就造成我的忧虑 我从那天晚上开始呢 为了这个装修的事情呢 我就寝食不安 吃的时候也怕被骗 睡觉的时候也怕被骗 甚至主持法会啊 都还在想说怕被骗 这个呢 就大概前前后后呢 有一个礼拜 终于呢 我们Lisa 李玉玲的先生Eddie 到佛公司去了 我又跟他谈 我说Eddie啊 你帮我看一看 这个车房这样装修 有人估价呢 大概是八百块钱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法师 看看差不多 差不多 就让我呢比较安心 各位呢 其实我们忧虑的导音啊 这个事情呢 不分轻重大小 我们以为呢 我们的忧虑呢一定是严重的事情 其实不见得 我们忧虑的时候是看我们执着到什么程度 小小的事情 你执着 情绪上放不开 就是你的忧郁 很大的事情 你放得下 看得开 即使有问题 你不执着 你还能够轻松的处理呢 就不是忧郁了 这个呢 大家要了解 我们忧郁的导音 我们忧郁的导音 不是事情很严重 仅是因为我们情绪上的执着 小的事情 我们很执着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大烦恼 有位太太呢 跟我聊天 也是好多年前了 法师 我最近跟我先生呢 常常吵架 我们已经吵了几个月了 我说 我看你们两夫妻很当对啊 很好啊 从小就认识 结了婚之后呢 在美国同甘共苦 我说看你们很好啊 为什么吵架呢 他说我先生呢 就偏偏不听话 我叫他吸沉 他就不吸沉 我跟他讲呢 你每个月呢 至少要把家里的地毯全部吸一次 他不听 他不听呢 我就提醒他 时间到了 你要吸沉 他就说他不想吸 今天不吸 第二天也不吸 第三天也不吸 我就发脾气了 我一发脾气呢 他更不吸 两个人呢 为了吸沉呢 就对抗 这个对抗呢 我听完之后呢 我说你们的婚姻四大呀 吸沉四小啊 不能因为这个吸沉的事呢 而彼此呢 整天吵架 吵到最后呢 闹离婚呢 就是因小失大 不值得的 那这个呢 就是各位要了解 忧郁的导音 不是因为事情很严重 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太强 看不开 想不开 放不下 小事情会变成大问题 那这个呢 要小心 要小心 如果说我们懂得理性的来疏导自己 就是很大的问题出现了 也不见得要忧郁 你可以处理 有的事情呢 你理性的处理呢 大问题都不是问题 更不会造成你的忧郁 今天 我要争取时间 不能多讲 我要把我后面的五点呢 跟大家来稍少详细的说明一下 今天呢 我最后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保持乐观喜悦 我们不要说走出忧郁 我现在是要大家保持乐观喜悦 你如何保持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乐观的心情 有些喜悦的心情 不是没有的 如果说完全没有呢 那是地狱 那不是人间 人间呢 以佛法来讲啊 有苦有乐 有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喜悦 还有一些快乐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保持 你能保持呢 它就一直持续下去 不能保持呢 经常就会消失掉 不容易掌握 那第一 我建议大家呀 不开心的是不要反复多想 这句话简不简单 很简单 不开心的是不要反复的想 但是不开心的人呢 就是喜欢把不开心的事反复的想 是不是 刚好是相反 这个是黏着力啊 一黏着之后呢 不开心的是说不要想啊 你还过意不去 你还舍不得 你还觉得对不起自己 是不是 有时候呢 这种心情很矛盾 很奇怪的 其实很简单 既然是不开心的事 我们就不要反复的多想 我今天把我过去的三次真言呢 再重复一遍 给大家分享 一个是停 一个是进 一个是转 我嫌大家呢 这个佛法里面的道理啊 太长太多了 我今天把它简化 只有三个字 一个停 一个进 一个转 各位可以记啊 停进转 停呢是说 当你发现你有烦恼 你的思维呢 是无意的 你的观念是烦恼的 你的思想是错乱的 你要能够及时刹车 把自己停住 把刚才那个烦恼的思维 停下来呢 就是一个功夫 你的车子啊 如果开到stop sign前面呢 你能够停呢 就是一部好车子 如果你花了几万块钱呢 车子好得不得了 但是看到停不能停呢 车子有问题的 赶快拿去回去修理 要换一部车 我们的思想呢 也是如此 假如说你的思维 发现不对 你不能停呢 这个头脑有问题 你要先停 这个停呢不能够犹豫 你不要说我刚才想的很好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很值得气 那个人很混蛋 我越想越兴奋 停不下来 你错了 你赶快停 你多想无意 要会撞车的 有车祸的 有意外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第一个是要有决心把它停下来 那这个是第一 第二呢是静 静是说 把心情收回当下 真的是不思善 不思恶 那个时候呢 只注意你的呼吸 你可以深呼吸 不思善 不思恶 不想不好的 也不要去想好的 你的思想呢 专注在呼吸上面 这是静 把心情沉静下来 让它安定下来 恢复你的注意力 这是静 静了之后呢 你就开始啊 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第三步是转 把负面的 转成正面的 把不善的 转成善的 把生气的 转成慈悲的 把计较的 转成包容的 把看不开的 转成看开的 这个转呢 是个智慧 能够转的人呢 永远没有走不通的路 那这个是三个字 三字真言 你们用了 我不收费啊 如果你们不用的话 我要收费 你们带回去用的话呢 就免费啊 如果带回去不用呢 我看哪一天呢 问问看 如果没有用的人呢 要收一点费用 因为这个太浪费了 这一步呢 还有一点呢 你的心 就像一个小孩 你自己呢 就像一个妈妈 你扮演两个角色 心就是你的小孩 小孩就是你的心 妈妈就是你自己 你就是妈妈 你要看着小孩 这个呢 有个功夫 小孩呢 在外面 妈妈呢 看他在外面危险 把他抱进来 抱进来之后 小孩又跑出去了 你再把他牵回来 小孩子坐不住 又跑出去了 你再把他牵回来 各位呢 你会觉得说 妈妈 这个太麻烦了吧 怎么老是要把小孩子 牵回来呢 其实我们修行呢 这是一个 收心的功夫 这个坚持把小孩子 把他牵回来呢 这一点呢 非常非常要紧 假如说 妈妈没有心 再牵回小孩 没有心 再照顾小孩 让他安住在家里面呢 妈妈已经不能照顾小孩了 所以就把他不断地牵回来 初初小孩不听 久了之后呢 小孩就会坐下来了 不再随便跑了 这个是一个修行的功夫 也是修行的过程 大家不要嫌烦 不要悬 这个好像 为什么我今天打错 刚刚坐了半个小时 新老师收不回来呢 不要没有耐性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呢 那个牵的功夫 就是一种功夫 能够牵的人呢 这个心是能够主宰的 能够持续牵的人呢 是能够坚持的 坚持的人呢 一定会想办法改变自己 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在下面呢 继续讲第二条 第二呢 要定期清除烦恼的垃圾 烦恼垃圾 我们不要把烦恼垃圾 一直放在你的仓库里面呢 你的仓库 你的心 应该要放好的东西 不要把垃圾一直放放放放 放满了会臭的 不健康的 佛教里面讲呢 比丘出家师父 没有格宿之仇 白天大家不愉快 隔一晚呢 第二天就忘记了 不要老是记仇记恨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人呢 要隔一段时间问问自己 我有没有什么事情呢 老是放不下的 老是看不开的 老是有一些怨恨 有些不满 有些觉得不公平 的这个烦恼 你整理之后呢 其实把它处理一下 就像银行里面 有些呆账啊 要处理一下 我们经常处理的时候呢 你这个债务呢 你就有些方法应付了 如果说不懂得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堆垃圾 最后呢是污染自己 佛教里面说 有两种人呢 是不能修行的 不能进步的 一种是无惭无愧者 没有惭愧心 不能反省自己 一种是不能原谅别人的人 人家跟我们道歉 我们不能原谅 在佛经里面说 这种人 与道不相应 《早儿寒经》里面讲了 有个比丘 像另外一个比丘忏悔 他不接受 佛陀说 这个不是学道的 这个态度 那这是第二 定期清除烦恼垃圾 第三呢 保持自己的生活目标 你有什么生活目标 有需要问一下自己 我们每天都在忙 每天都说自己忙得不得了 你所为何事啊 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自己没有目标呢 不能怪别人 让你人生迷满 不能怪别人 让你呢 好像觉得走投无路 不能怪别人说 好像让你呢 这个自己呢 这个 老是遇到这个困难 老是觉得现实跟自己不配合 不能怪别人 你自己有目标有方向 我自己呢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从17岁 一直这样想 我要研究佛法 我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 我们出家人呢 其实我没有别的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 研究佛法的毅力 深入佛法的毅力 然后尽我的能力呢 把佛法介绍给别人 同时呢 珍惜姻缘 分享我的法喜 这就是我的目标 其实呢 见余佛寺不是我真正的目标 见普提中心也不是我真正的目标 这都是过程而已 我真正的目标是刚才我讲的 研究佛法 研究佛法 如果你觉得说我整天希望自己心情安定 你从来没有去研究什么是定心法门 自己不对的 佛教的方法很多 我们佛教里面的修行方式呢 你可以选其中任何一种 把它变成自己的定心法门 而且不是说来欲佛寺才练 到普提中心才修 而是日常生活里面实时锻炼 经常锻炼 观呼吸 注意呼吸 随时念佛 这个都是定心法门 你随时可以锻炼的 不是我们进修的时候才拿来用的 所以今天呢 各位找一个方法安定自己的心情 观呼吸很简单 我们就是观呼吸 随时念佛很简单 一有空或者心情有点不安定 随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吸念阿弥 呼的时候念佛 四个字一呼一吸 你不断的锻炼之后呢 一定可以安定心情 同时消除忧郁 第五呢 要清净善友 互相鼓励 在佛教呢 也非常重视好朋友 彼此之间的互助 所以佛陀在九十一经里面呢 就杂阿弥陀的九十一经里面说 人生要快乐 除了需要有经济的基础之外呢 还要有好朋友 善知识 这个呢 我是非常的赞同 我觉得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 不要老是呢 把自己关起来 不跟别人来往 我们应该呢 适当的跟大家周围的人呢 做一些节约 一个是让别人变成我们的好朋友 一个是让我们自己变成别人的好朋友 这好朋友呢 经里面有个标准的 他说什么是善友呢 善友是不落肚 不消沉 不颓废 不落肚 不凶险 脾气要好 不要动不动就骂人 凶巴巴的 来对待人 不凶险 不恶毒 要有慈悲心 然后呢 能善安慰 人有烦恼的时候 心情不开朗的时候 能善安慰 可以安慰对方 安抚对方 让朋友宽心 再来呢 他说 未生忧苦 能力不深 朋友没有忧苦呢 我不要让他忧苦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呢 也常常这样想 凡是见到我的人呢 我希望 不要因为我呢 而让对方忧苦 如果对方没有忧苦呢 我要想办法照顾他 不要让他忧苦 其实我们家里面呢 父母对小孩呢 可能是这种心情 只是说方法要调整 怎么样让对方 未生忧苦呢 能力不深 以身的忧苦呢 能力开绝 来得及写吗 落呢是 起落的落 落下去的落 太阳落山的那个落 度呢是六度的这个度 这个名词很特别 我看了一些注解呢 我都觉得不容易了解 但是在我的 这个感觉 在我的了解之中 这部经我看了很多次 我觉得落度呢是应该是颓废的意思 不接受别人的度化了 已经落度 不不接受度化 落度 颓废消沉 没有积极的 这种精神 我们这个善友啊 很重要 刚才呢 我简单的这样说 讲了 现在时间不多 各位呢 如果说 我们周围的善知识 我们能够看成善知识 这个已经是了不起的功夫 我们看到好人呢 我们知道是好人 要多节约 假如说我们不断的锻炼自己 把不善者 恶知识 也能够当成是我们借尽的修行的助缘 这个功夫就更高了 如果有人不好 我们看到不好 我们心里面就警惕了 而且我们还会同情 还会想办法去照顾他 不要让他越来越堕落 这个功夫就了不起更好了 好了今天呢 我就把这五点呢给大家介绍 不开心的是不要反复的多想 我们要定期清除烦恼的垃圾 我们要保持自己的生活目标 我们要学习定心法门 实时锻炼 我们要亲近善友 互相鼓励 这是走出忧郁的一些建议 希望大家无忧无力 我们的心情永远保持乐观喜悦 请不吝点赞 我先打托 请不吝点赞 因为我们有点可不是 在这一场舞台上 我们要去订阅 一位观看 我们来看看